大家好 我是小屁 韩服1月26号除了安内魔法师的大改版以外 他这一次也有释出非常多的大改版 这个就是他的项目 那小屁我就来一一的介绍了 影片开始之前请先检查一下有没有订阅小屁YouTube频道 还没订阅的朋友们记得订阅哦 那安内魔法师跟妖精的技能我们在上一部影片已经有做过介绍了 我这边就不再多赘述了 好那TJ卷这一次是有一张装备跟武器赎回 然后你用天币也可以买到这个冲等药水 跟这个主线任务的通关任务卷轴之类的 但是他这边没有写说要限几等才能使用 好 然后1月27号到2月10号是可以选择转职法师或是妖精的 但是他没有讲说什么技能是限制不能转的 什么装备是限制不能转的目前还没有公开 那这边有一个重点就是 2月10号可以转狂战跟枪手 这边的话是一个突如其来 真的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公告 好 接下来的话就是奇岩地尖的更新 80灯以上可以进来 那里面的怪物也增强了 外表也变帅了 会掉落的东西就是红色的狂龙腰带跟蓝布 那Boss的部分 4层都会有Boss 那Boss会掉的东西就是指布绝屏 指晕 暗影冲击 反屏 三阶 红布 幻影剑 强化 面膜皮甲 或者是面膜长袍 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 遗忘之岛也有新增了地尖 88等以上才能进去遗忘之岛新的地尖 然后跟遗忘之岛共用每个礼拜的时间 50万的入场费进去不能瞬移 那里面的怪物的话 它是有分几个比较特殊的高伦怪 最左边的话 这一支是远程防御特化高伦怪 左下角是魔法防御 右边的话是物理防御 中间是Boss 好 那也新增了一个制作紫色的东西 叫永生之魂 但是目前还不知道它是可以干嘛 那遗忘之岛地尖的怪物会掉 这些buff水晶 最左边蓝色的话是PVP远程伤害加1 左二的话是PVP近距离攻击力加1 右二的话是PVP减伤加1 最右边的话则是经验值10% 增加10% 好 那这是Boss的外观 那Boss会掉这些新的纸装 当然等一下会有一些更多新的纸装的资讯 好 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个英海煞祝福的一个更改 但是目前它只有预告而已 就跟你讲说 随着等级的增加 你的英海煞祝福的强化会有一些不同 也就是等级越高 你可能叶子拿到的东西会越多 比如说可能会增加 吊宝或是增加金币 当然这是我猜的啦 或者是更多的经验值 OK 然后新的一个技能卡的系统 那这个技能卡 它是写说增强系统 所以说有可能会跟文样或是守护星 又或者是我们之前期待已久的技能 变金 有可能 但是它一样就只有释出这么少消息 好 接着的话就是文样系统的一些优化 你可以锁定你的文样 那你也可以反悔 比如说我今天9次7 那你觉得跳1不太爽 你可以再反悔变成86 但是反悔是需要消耗货币的 那这边它没有讲说是天币还是蓝钻 那照理说应该是蓝钻 OK 好 那新的一个链金的活动 它是1月27号开始 但是结束时间还没讲 那新的链金的系统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 画面中左边就是普通的链金 右边就是这一次新的链金 那这个链金就是可以增强 那这个链金系统的话 它这边有图示 你今天假设你用一把2单加7好了 然后你再用普通的材料最左边这个 看起来很像是高级的粉末 就是龙解剂 然后龙解蓝色以上的粉末 看起来 然后右边这个锁起来的 那个是翻译是写说特殊材料 那你成功几率20% 点下去有机会变成加7克特 对 那你如果失败了 你的2单也不会消失 顶多就是你的粉末会消失而已 好 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个 名誉商人贩售的东西也不一样了 有多了祝福富裕卷轴 多了高级龙解剂 以及补充宝石 那这左下角 这一个药水 我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ok 那右上角这个就是转换卷 好 然后这个就跳过 接下来的话就是新增了13个 13个纸装 所以说刚刚的boss会掉的以外 他还有新增其他的 所以这些要怎么入手的话 我们可能之后才能知道 以及他的属性 ok 那接下来就是欧枪 他额外攻击又再增加一点 然后debuff的部分 远距离回避率有提升到-10 右边就是重点 腰筋可以拿反盾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持续 一个1月27号到2月10号 然后持续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 会有这个魔杖的雕像buff 持续两个小时 经验值加成加3% MP HP加30 应该还是要祝福加3% 所以说你都要吃叶子 或要充等 要记得按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一个活动 6只灯以上每天打1000只怪物 就可以获得这个暗黑魔法师箱 那这暗黑魔法师箱打开会有暗黑魔法杖 以及暗黑法袍跟暗黑法帽 那这些可以点装备来开卡池 这些卡池是永久的 第一个是冲晕命中加3% 你需要加9魔杖加8帽子加8法袍 你才能拿到 第二个的话则是 静远魔攻加1 那你需要的事情是 加9魔杖跟加8法袍跟加7 第三个就是静远命中加1 那一样是8魔杖7法袍7法袍 最后一个就是生命加50 就8魔杖6法袍跟6法袍 重点是它这个是永久的 只不过它入手方法 好像就只能靠这个任务来拿 你好像没有提到说 可能村庄有贩卖之类的 好然后这次的签到更新是 第7天第14天第21天第28天 会是万能补充宝石 第35天是力量浮石 其他看起来都是叶子 接着的话这一次也有冲等箱 有冲等包 基本上就是蓝变蓝蛙 冲等药水 农浴跟任务通关 以及装备 还有任务卷轴这样子 当然它没有讲到售价 那这边有写说是79等以下可以买的样子 所以说有可能是可以跟上一次骑士一样 冲等的经验值药水可以到80级 也说不定 那我们要等明天才能确定 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1月26号的韩国改版 真的是改蛮多的 那以上都是我自己翻译的 如果有错误的话 也欢迎留言指教 OK 记得订阅小屁YouTube频道 以及把这部影片分享给 所有喜欢玩天堂M的朋友们 然后如果有任何新的消息问题 情报的话 也欢迎在这部影片下方留言 记得订阅小屁YouTube频道 以及把这部影片分享给 所有喜欢玩天堂M的朋友们 我是小屁 我们就下次见 大家拜拜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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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